前週海產豐富 品種環兜 每個時節都能吃到不同的海鮮 清明過後正是海鯖的季節 海鯖味道鮮美 既有營養價值高 還有補吸的功能 今天我就教大家 來做一道快手又好吃的 蒜香肉鯖會 做這道菜要挑選 個頭大完整的鯖子 若是才會 維厚鮮美 海鯖過水 沖洗乾淨 拉出將鯖倒進 裝了開水的碗裡 直到殼打開 這樣就能輕鬆 將鯖肉起出 起出的鯖肉放在碗裡 加入鹽 味精 胡椒粉 薑汁 醃漬 5至6分鐘 再加地瓜粉抓銀備用 氣皮的五花肉切成薄片 加醬油 白糖 老抽 雞粉 胡椒粉 和蛋清 醃漬5至6分鐘 同樣加地瓜粉抓銀備用 起一口鍋 倒水燒開 先放入醃漬的五花肉 等水再次燒開 倒入醃好的蔥肉 烤熟後 迅速撈出備用 快速汆燙能讓食材保持鮮韌 接下來要炒製調料 開火熱鍋下油 把切好的紅蔥頭倒入 煸炒至金黃色 加入蒜蓉 稍稍翻炒 加蠔油 醬油 倒入事先熬好的海棒湯 再加適量清水煮開 等湯燒開後 再加一點老抽上色 倒入五花肉和蔥肉 加味精糖調味 起勾前加水定粉勾一個薄芡 最後撒上蒜葉乾蔥頭 淋上備好的蔥頭油 香油 一道色香味劑前的蒜香肉蔥味 就大功告成了 當海鮮的鮮液上肉裂的甜 就是舌尖上的豔意 我做廚師十多年 這道蒜香肉蔥味 是我跟一位老師傅寫來的 只有老前週人才懂得這道菜肴 以前長輩們做菜煮飯 鹹用的原材料 都講究時令 順應覺氣 順應天時 前週的古早為你 就印藏著這種最樸素 古老的智慧